中国企业高管到菲律宾出差 结果惨遭绑票 家属支付了赎金之后还被撕票 而且大家知道吗 整件事似乎还是有预谋的呀 菲律宾政府真得给我们一个交代了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说 这两名来自中国不同医疗器械公司的高管呢 他们是在一个欧洲行业会议之上结识的 而且在这个会议上呢 他们还认识了一个自称深耕菲律宾医疗器械市场多年的代理商 这个代理商表示说菲律宾市场大有可为 所以呢 邀请这两位高管到菲律宾进行一个访问 有生意做 人家当然想去看一看 于是呢 这两个来自不同医疗器械公司的高管 都在这个代理商的安排之下来到了菲律宾考察市场 然而一去不返呀 到了菲律宾他们就被人家绑架了 网传说呀 当地的绑架者向两位高管的公司和家属要求2500万的赎金 其中有一个高管的家属还真的支付了300万的赎金 然而没想到钱给了人还是没了 两位高管被惨遭死票 这样的情况跟以往还不太一样啊 以往的节目我们说过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挺不安全的 有的国家竟然警察都参与绑票 以往我们分享过这样的案例啊 在大街之上有的警察直接把华人开的车拦下来 把华人抓起来 然后勒索赎金 但是此前不管怎么样啊 赎金交了之后 或者呢 华人找了当地的朋友做宝 从中协调之后呢 都顺利的被放了出来 生命没有危险 而这一次不一样啊 整桩事情让我们感觉就是有预谋在做 有人事先刻意结识了这两位高管 跟他们讲菲律宾大有可为 而且那个人明确的是知道这两位高管应当身家不菲的 所以把他们诱骗到菲律宾 然后绑架 甚至为什么收了赎金之后还要撕票呢 我们感觉是不是犯罪分子要刻意干扰警方 因为如果把高管放回去 可能就可以顺同摸瓜 抓到犯罪分子了 所以他们残忍的收钱之后还杀人 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啊 政府治理极差 警察贪污腐败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国人 如果你近期还要到东南亚旅游啊 工作呀考察的话 一定要小心 起码那个接待你的人 你得是跟他熟识的 你得知道他的来能去脉的 别随随便便认识一个人 人家邀请你到菲律宾 你就去了 要知道那些国家比我们要危险的多的多 而另一方面 两个中国人在菲律宾丧命了 我们敦促菲律宾政府 你一定得拿出实际行动来火速破案 给我们14亿中国人一个交代呀 我不管你们的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多差 但是这一次案件牵扯到中国人了 那就必须虽远必诛啊 那不是我 你不必须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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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